大家好,来制作一个动鱼器 准备一个普通的小镜子和一根小木棒 结构很简单,就是把它们连接在一起就好 小镜子背面打一些热龙胶 将小木棒粘上去就可以了 关键点处可以多打一些胶,这样结实一些 等一段时间,让胶凝固,制作完成 来试试豆鱼器的效果 豆鱼器这名字不一定准确 大家喜欢叫它什么就叫什么 养豆鱼时常让它照下镜子是有好处的 看到镜子里的自己,它会以为是另外一条鱼 本性使然,它们就会准备战斗,鱼器就会展开 这样就能避免豆鱼的鱼器退化 再来动一动另外一条鱼 再来动一动另外一条鱼 可以让它们隔当顺势 要是只有一条,做一个简单的豆鱼器还是有必要 另外,有个豆鱼器也方便一些 随时能和小鱼互动 让豆鱼照镜子的时间不要不长 战斗姿态也是比较消耗豆鱼体力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山高水长,天涯未远 咱们下次再见 山高水长,天涯未远